部長 警司部長 陳偉你好 部長 我在經濟委員會的時候跟你詢問的 你要開60場的 節能檢測說明會 有沒有兩場是辦 社會福利團體 對對對我們會跟他們談 還沒有決定喔 你那天不是說答應要做嗎 一場在高雄 一場在台北 一場在高雄 一場在台北 確定啦 什麼時候 一個是五月 差不多都在中旬左右 你那個名單 是不是可以跟本席來聯絡一下 我覺得你們不要請錯人 這個需要的人應該要來聽 了解 我想我們溫室氣體減量法 跟碳稅法都還沒有立法通過嘛 對不對 那現在立法通過的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是的 那我國現在目前唯一落實能夠節能減碳的法令 就是這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還有能源管理法 還有能源管理法 從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二年呢 生殖能的發電申請數到今天為止是多少 生殖能源 有沒有人申請 好像 有沒有人申請 好像沒有人申請 這個計算結果 每度電 每度生殖能源 裡面是 1.24 是吧 多少 應該不止 應該不止吧 到1.94 1.49 可以獲利的是這樣 是不是 這個水可以打 你們現在那個 生殖能 生殖能 生殖能發電 生殖能發電 美電現在核多少 沒有官員可以打是吧 能源局的沒有來喔 歐局長在 歐局長 是吧 我們 我們因為三年齁 三年來歐局長 是 可能你前任的那個 那個局長是誰 歐局長我記得 我也跟你協調過 是 結果你們都無動於衷 是 你們對生殖能 生殖能的部分 你們對生殖能 都沒有去去 努力去 去推動 為什麼 跟陳委員包括 好 推動那個石化 你現在石化多少 石化燃料 電的成本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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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化石燃料 它基本上也是分幾項 是多少 是多少 多少錢 那個董國匯率 董國匯率會按不同的項目 給他不同的一個匯率 我跟你講 就是2.33元 3302元 那你現在你看 你化石燃料 發電 反而貴 你去推動 可是你這個生殖燃料的發電 便宜 你不推動 這是怎麼樣 幫委員 所提的那個在 因為我們現在董國匯率裡面 有屬於這個 類在項目裡面的 所謂生殖能的部分 應該是燃料電池 那個 那是 屬於那個 是委員所提的那個生殖能 是不是指那個V3 早期物跟早期的部分 早期那個部分 早期那個部分是有實機 有實機上的業者來申請 那有沒有通過一項嗎 有沒有人申請 申請都通不過是不是 還是零啊沒有申請 對 但是我們每一年在等過會立委員會 討論的時候 都有按照每一年不同的時間 以及它的起訴成本 然後有訂定不同的會立 那我們是不是在會後的時候 為了嚴謹 把那個資料的一個嚴謹 把最近這三年 實際上的申請 以及那個會立的狀況 我們提供委員一份資料 我知道嘛 你們現在會立狀況 就生殖能源的話 就一點多 一點二四到一點四九嘛 是 那這麼便宜 你覺得人家會來投資嗎 應該沒有那麼便宜 報告委員 應該沒有那麼便宜 應該沒有那麼便宜 那是多少 我已經跟你協討過了 對 好 我沒找到跟他check一下 沒有 是不是麻煩那歐基黨 麻煩打個電話問一下 對啊 現在中國是多少 中國的那個屯 那個發電屯購 電價是多少 每度是多少 你們知道嗎 哪一種的 就是生殖能的啊 我請大家打個電話問一下 好不好 我跟你講 中國是每度電視差不多 台幣是3.95 那你 你這個 菲律賓 菲律賓是5.21 所以你們根本就 對這個根本不重視 不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條例已經 已經放在那邊了 你們還不動 不動 那這樣是幹什麼 董哥 請問一下 董哥 請問一下 人家就是這樣才能夠做啊 你那麼便宜 誰會來投資 你說 啊 不過基本上 跟委員報告一下 再生能源 台灣要做是比較 不是啦 有關那個生殖 生殖能源 台灣要做是比較 環境條件不是那麼好 因為台灣的生殖能源 來源很有限 來源很有限 跟太陽光電啊 跟風力不太一樣 生殖能源怎麼會有限呢 一大堆的那個草 一大堆颱風的話 樹啦 什麼都都可以啊 那個倒下來 太多的能源啦 為什麼不 那個 這個都浪費掉 台風一發生 我跟我們報告一下 生殖方面 有氧的發酵是2.69元 那麼廢棄物的是2.82元 早氣的 是不是 對對對 2.69元一個2.82元 是的 我們可以把那個表給我們看一下 那這樣有沒有人來申請 剛才講過早氣有什麼 那個生殖能發電嗎 還是沒有嗎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你覺得人家五點多 你們才二點 即使現在有改了 二點多啦 那人家都是快四塊錢 快五塊錢 六塊錢 當然沒有辦法 沒有人要來投資啊 對不對 早氣有一家 我跟 目前那個 我覺得經濟部根本沒有這個資格去管理這個再生 目前那個 再生能源的事情 早氣的有一家 有一家 有一家是做早氣的 你覺得經濟部還有這個資格來做再生能源的事嗎 我們已經推廣了很積極啊 是的 目前再生能源條例 立法的精神 部長 我跟你講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的精神 第一條 是為擴展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質 勞動相關產物及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 特定本條例 對不對 那他的第三條呢 就是說再生能源指太陽能 生殖能 地熱能 海洋能 還有 還有 抽絮水的水利嘛 還有國內一般的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等直接利用經濟所產生的能源 那你們現在只有做什麼 太陽能 風力 都是做貴的 便宜的為什麼不做 啊 當然便宜能夠做是最好 你們是在欺騙馬總統是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他一直想說要發展能源 節能減碳 結果你們都沒有 沒有往這個部分去規劃去做 我們有在 訂相關的收購的價格 這價格的制定都是由這個專家去訂出來的 你們現在都往高價格去做嘛 太陽能是不是比較高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風力是不是比較高 風力比較低 風力大概是2.5多 我說比生殖能源 風力2.5多 跟這個大概差不多 風力是2.5多 啊 風力我記得沒有是2.5多 跟這個差不多 太陽光量比較高 不是啊 我說太陽對啊 那你們都往比較高的去 但是那風力發電 現在台灣陸域 陸域的風力發電的那個可用的地方大概差不多都滿了 風場比較好的大概都滿了 本席建議啦 你們是不是把這個升值 再生能源條例 中央主管改為環境資源部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麼很多人談到說要把能源移到環境資源部去 嗯 但是呢能源是整個產業跟經濟很重的一環 那麼很少 我知道少數國家是把能源 再生能源的產業是工業級 工業級來做的 經濟部在處理的 對不對 那你 你再生能源產業 跟再生能源是缺不開的 你一定要這些人去發電 你才有辦法去供應嘛 所以那個產業是結合起來的 我跟你講齁 我曾經 質詢我們那個 編期那個 衛環委員會的那個 審署長 是的 他說 今年質詢了 曾經 未來環境資源部是否能應該承擔起再生能源發展職責 審部長說表示說非常願意接受這個任務 那部長 你的考慮是怎麼樣 再生能源推動業務是交給環織部 我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不太可能把再生能源切開 然後跟能源當作兩個不同的議題來看 不能這樣子做 因為再生能源是能源一環 他說能源還是要回到能源系統來 去做處理 可是這個是節能減碳的系統 當然 但是呢 能源是一個系統 裡面有 你再生能源 我講的是再生能源 對不對 生殖能源 生殖能源 有再生 有非再生的 你不太可能說 我把再生能源單獨切開 來看個系統 其他不管它 你的再生能源就永遠進不到這系統裡面來 這系統更大 本席還是非常堅持 你們要想想看 這個部分應該到環織部來 環織部來他們才能夠 行動都會比較快 你們行動很慢 都放在那裡都不動 對不對 如果放在你們這邊 你們將來要準備怎麼做 沒有 我們在新年法案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做得非常的積極 你現在 實驗主治法改過 你們才要做出來 我們現在只有兩千多個 積極怎麼現在生殖能源沒有半家來申請 台灣的條件嘛 台灣的條件對這很好啊 旺來村的還有樹葉 什麼稻草 那個都可以拿來做啊 整個收集到一個規模來發電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你說台灣沒有這些資源嗎 不是 你一颱風一來 那個大水 那個 那個樹多少從河流流下來的 那些不是嗎 你們 那現在那些都浪費啊 你們怎麼做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你要做一個發電系統 要穩定的來源 要經濟可行的一個量 你提高價格人家就會來做嘛 我現在是這樣啊 對不對 對 你看中國那麼高 菲律賓那麼高 你台灣那麼小 那麼那麼少 所以人家 不願意來投資嘛 原因在這裡 我們可以把這個 不是說沒有能源 我們可以把這個 躉夠價格再好好算一下 不是沒有資源啦 資源很多啦 我們會把躉夠價格再好好算一算 謝謝 我現在已經協調三年了 你們都不讀動語中 人家在幹什麼 在生能源價格有個審議委員會 他裡面會充分討論 我們也把這個意見 拿到委員會去好好討論 我們來協調你們都不理啦 還跟誰充分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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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